新暖轩 小兰若正在倒顾纯枝 今天弄了橘红色和霉红色两种色号 而今天在集市碰见的两个小瓶刚好可以拿来装 她相信不同的色号出来一定会风靡整个龙效果 明天她便会去龙城的胭脂铺去碰碰运气 小兰若也没有忘记与成儿他们的约定 故多做了一些解读完 成儿他们定会用得上 第二天一早起来 小兰若弄了最简单的葱油饼 因面的成儿他们故多做了一些 吃过早饭 萧兰若和白纸化了妆便出了王府 因担忧萧兰若的安全 傅君玉便派如风跟着萧兰若 预防她出什么危险 萧兰若直接先去了客栈 因为葱油饼还热乎 便想让成儿他们吃到热乎的早餐 成儿早就在窗口 盯着街上的道路翘首以盼 在看到萧兰若和白纸出现时 她便一溜烟地跑下楼 明儿姐姐 看看姐姐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了 姐姐真好 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块咬了一口 这绝对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葱油饼 萧兰若随着城儿上楼 循哥哥 你看 姐姐给我们拿了好吃的葱油饼 多谢姑娘 早上弄早餐顺便多做了几个 左右这做法也简单 昨晚上伤口可有一场 没有 我感觉恢复了好多 萧兰若替她把了脉 果然已无大碍 昨晚闲着无事又做了一些解读完 你们收下 有仇家追杀 这些必定用得上的 陈寻和承儿 只能用感激涕零 来表达刺客的心情 牛若姐姐 你当我的亲姐姐好不好 世界上除了父 除了娘亲 爹爹 寻哥哥 再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了 承儿以后一定练好本领 保护姐姐 承儿扑闪着那双精神的大眼 对着萧兰若 无比坦诚地说 好啊 以后我就是承儿的姐姐 寒暄了几句 萧兰若便和白纸出来了 她还要去胭脂铺呢 因如风未敢过于靠近 故也不知萧兰若去的是哪家客栈 怕跟丢萧兰若 便暂且将这事搁着 而陈寻在看到萧兰若走后 发现一颗鬼祟的身影跟着萧兰若 她便谨慎起来 带着承儿离开了龙城 走之前交代小二 给萧兰若留下一封书信 萧兰若去了上次 白纸带着去的那家烟织铺 把你们掌柜的请出来 我有事情要谈 厨一寒在里间听到萧兰若的声音时 眸子一亮 他们可真是有缘啊 不知小姐有何事 我们少东家不轻易见客 阿福 请那位姑娘进来 姑娘 里边请 到了里间 便见一拙白色锦袍男子 背向着他们绿窗前 东家 有没有兴趣 谈一笔稳赚不赔的声音 厨一寒 故作姿态转过身 萧兰若便看见 一张美轮美奂的脸 一双丹凤眼带着脾气 脾翘着看着自己 萧兰若觉得这张脸有些熟悉 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仇一寒见他并未认出自己 微微有点失望 难道这张颠倒众生的脸 也不能让他过目不忘吗 姑娘见了本东家 难道没有什么话说 厨一寒邪眉一笑 有点骚包的说道 萧兰若一脸的问号 呃 说什么 见到像本东家这么颠倒众生 美轮美奂 玉树临风 貌若攀安的男子 姑娘难道没有什么想说的 厨一寒依旧不死心 这小女人 脑袋里装的什么动向 连我那么养眼的青年才俊 她都不记得 那罢了 毕竟她现在是义容 咱不能与她相认 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何况 公子看小名子这副药帽 该垂心公子的美貌嘛 癞蛤蟆就该有作为癞蛤蟆的自觉 不用总想着觊觎天鹅肉 毕竟饿狠了的时候 这一碗大米饭 可比天鹅肉顶用 肖拉若自我调侃 这番有趣的言论 倒是把厨一寒逗笑了 不知道姑娘有何买卖要她 东甲先看看这个 这是纯枝 厨一寒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小女人 还真是出乎她的意料 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做生意 去遍四国 从来只有大红色的纯枝 其他颜色 她可从未见过 她敢肯定 这东西问世 必定风靡天下 姑娘有什么要求 厨一寒脾气一笑 她倒要看看 这个聪明脚侠的小女人 想要什么 我每七天供货三十只 银子五五分成 如何 厨一寒 邪魅一笑 绿王府 是缺的银子花吗 她都要亲自出来谋生了 毕竟 她和那瘸子王爷不对付 那瘸子不给她银两花 也在意料之中嘛 反正 以后她是她的女人 以后她赚的钱 不都是她的嘛 好 姑娘先试出一批出来 看卖的效果如何 小懒若没有想到 自己的条件 这东甲答应得那么爽脆 简直有点受宠若惊 你老人家就这么答应了 什么老人家 没看到本公子青年才去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风神君朗吗 厨一寒 又开始骚包起来 是是是 你就是天下第一美男 小懒若顺势打去 既然成交了 小懒若便不想多呆 告辞之后 便和白纸出来了 白纸自从昨天晚上 王妃弄出那两种特别的纯彩 便惊叹于她家王妃的妙手 而今又听王妃说谈好了纯枝买卖的问题 瞬间对小懒若又崇拜起来 小懒若又带着白纸去买了很多制作纯枝的原料